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自帮 甚至都无心工作 遇见这样的问题呢 一般的父母肯定是疯了 但我这位朋友的爸妈完全不一样 不但没有反对他 还专门在阳台给他弄了一个小隔壁间 帮他配了最高配的电脑 专门让他儿子玩游戏 结果第二天 他爸又在小隔壁间上安上了打卡器 让他每天早晨9点打卡开始玩罗阿卢 中午12点休息 下午13点又开始玩 必须玩到下午18点 吃完晚饭继续玩到21点 还规定他在什么时间内 必须达到什么段位 这样整整一个月过去之后 只要我这位朋友听到打游戏 那他条件反撤 那就是想吐 从此我这位朋友彻底摆脱了网影 甚至连斗地主都想吐 这个朋友不玩游戏之后 日子过得也不怎么顺心 经常会喝酒买醉 有一回 他喝完酒回家的路上 遇见了警察正在查酒驾 他就走了过去 要求警察让他催一次 酒精测试仪 警察说你又没开车 不给醉 我这哥们儿 哎呀 那就脾气降到什么地步 回家把小车就开过来 这回警察向他催了 他成功地催出了90家 现在的他不但不玩游戏了 也不喝酒了 正在接受法律的制度 好 立刻脱口臭 天天巴里斗 下期不见播散 拜拜